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還有我們高雄展覽館油線公司 土董事長 羅斯工會陳理事長 王昭順 黃立委 林戴華 林立委 今天在場有很多很多 來自國外的貴賓 也有很多也是我們高雄的產業代表 還有市政府的團隊等等 大家好 高雄市政府首先非常感謝 江崗 江部長 還有外貿協會 我們的王董事長等等 對高雄市政府的協助 包括剛剛陳理事長 李高雄市政府 把我們肯定無奈 今天高雄展覽館經濟部 從2005-2006年就開始 我們認為南部在高雄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有一個展覽會館 我們需要高雄在推動退展產業 今天我們一再把我們的希望 期待 中央行業非常感謝 包括今天我們吳副總統在的時候 歷任的行政院長 對高雄大力的支持 吳副總統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也對高雄是特別的關心幫忙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在這個過程之中 王昭順立委 包括林代表立委 高雄市籍的立法委員 部分黨派對於高雄的發展 大家都是非常的關心 也以高雄市大力的協助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高雄展覽館 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用最有效力 接受紀錄的委託 包括西班牙的團隊立民營造 今天如起如止能夠完工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大家的幫忙 那當然就在這個地方 那高雄市不久 我們會有輕軌結業 第一條輕軌結業 就在這個門口 會經過 然後我們這個協隊角 就是高雄市立圖書館總管 在今年的失業底會完工 那這個部分 都是非常非常感謝 接下來當然 我們還有港務公司投資 我們未來的港務大樓 未來國際郵輪出關入關的港務大樓 在過去 就是我們的海洋文化流行業中心 這個對高雄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建設 就是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 讓高雄的發展 真的不斷的追求 不斷的進步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我想我們的展覽館正式的營運 更重要是國際擴建展 今天在這裡能夠正式展覽 我想國際擴建展高雄 當然是個重工業的城市 那我們過去 對台灣產業重工業的發展 靜靜的發展 高雄也扮演的一個在這個部分 承擔的責任 但是我覺得今天 我們台灣的螺絲產業 出口是世界第一 也可以說是全球最重要的供應的國家之一 那我們高雄市的廠期 大概可以達到新台幣1229億元 這麼高 那我們鋼山木竹 都是我們螺絲產業 擴建產業的重點 擴建的品類 真的是從最大到最細緻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高雄期待我們未來的發展 所有的傳統產業 能夠高質化 加質化 在這個部分 能夠協助高雄 慢慢的產業的轉型 那今天 我們的國際擴建展 包括高雄展覽館 能夠正式的啟用 我們在這裡要感謝 中央對我們大力的協助 也感謝今天有那麼多貴賓好朋友 大家對高雄市政府的鼓勵 那我們希望 國際擴建展未來 每年都能夠在 我們的高雄擴建館 每年都能夠在這裡 來做一個要求 可以向全世界 所有的買足 然後我們公開 我們的不斷的研發 我們擴建的產品 在這裡做最好的展覽 同時在這裡 我們高雄市政府 馬上5月 我們會有整個台灣油庭展 油庭就在我們的港口 就在我們的旁邊 油庭展能夠會順利 5月間 6月間 我知道港務公司 跟我們高雄市政府 有關於遊艇的論壇 謝謝交通部觀光局 在這裡的部分 對我們的協助 6月間 我們會遊艇論壇 等等一系列的活動 希望能夠帶給高雄 除了我們傳統產業 重工業 對台灣經濟的貢獻 我一再的期待 高雄能夠轉型 高雄希望能夠不斷的進步 追求著驗 今天在場很多的貴賓 在這個過程之中 對高雄市有很多的協助 我在這裡再一次代表 市府團隊 跟大家說 露蘭度社 感謝大家人的協助幫忙 以及今天 我們的國際擴建展 萬萬成功 在這裡謝謝大家 露蘭 謝謝 我想過來 感謝市長 謝謝我們親愛的 高雄市市長 陳菊 陳市長 高部聯合服務中心主任 楊秋新 楊委員 東起委員 也紅書記中華 熱烈掌聲歡迎 歡迎國元 我們親愛的武副總統 清理部張部長 高雄市城市長 我們兩位政委 兩位立委 我們黃昭訓委員 林黛化委員 王志剛 董事長 還有圖 董事長 還有陳理事長 以為的各位貴賓 各位企業界的好朋友 媒體的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 北龍信 那 槍演長 相當幫助 特別要我來 代表他參加今天 高雄展展 以及擴建展的開幕典禮 那 我想 高雄是一個重工業城市 都是王國 我們非常希望 我們有一個展展館 那 既得我們高雄也有高雄市貌 不過設備非常簡多 是在凱前市路 台唐的一個 會氣的鐵皮屋 所以大概十一年前 高屏三千室首長 就跟中央希望可以爭取一個 高雄的新的市貌 一個展展館 那我們期待非常久 我也非常感謝 胡敦利副總統 當時擔任行政院長 正式來核定 而且編別機會 來興建 那目前這個美麗美鳳的 一個高雄展館 我們今天到會開幕 其實裡面已經是充滿了很多廠商 有850家的攤位 有2000家來自國內外的買主 在進行交易 那這個對高雄產業發展 親切發展 會帶來非常大的幫助 那下個月 這個遊艇展 大家常常知道是 台灣是遊艇王國 但是其實 台灣是遊艇製造業的王國 我們還沒有遊艇修器產業 那大概2006年 我到了Miami 去參訪 那看到遊艇 一個非常豐富發展 那我也瞭解到 他們自然告訴我 遊艇修器產業 可以創造非常多的機會 他們跟台灣購買遊艇 但是他們不在意 因為他們遊艇創造的機會非常的多 所以回來我那時候也想到說 我們來推動 台灣是海老國家 應該有遊艇的修器產業 那時候我也很謝謝 我們來推動 也是 吳副總統行政院長任內 來2020-100年 正式通過 傳播法裡面的 遊艇專商 那未來我想台灣 不只要是遊艇製造業王國 那我們更希望台灣 也是遊艇修器產業的王國 未來可以製造更多 就機會帶動經濟的發展 那高雄農產業館 今天是我們期待非常久 那這個都城啟用 將可為高雄優勢產業 基督提供國際行銷 還有資源整合的平台 那未來包括農業 還有食品加工 金屬製品 游林 還有休閒旅遊 文創地能產業等 不僅將協助區域的經濟發展 那引進國際化的新興 服務產業 那更將創造更多人的就業機會 那高雄產業館 為全國唯一 兼具有會展 及港灣休憩功能的公共空間 除了經濟的功能 還能創造城市新的景點 成為高雄的驕傲 台灣的榮耀 相信高雄產業館 一定能帶動南台灣 產業界的王國發展 讓我們也期許 營運團隊 將會大高雄的工商業 帶動無限商機 那行政院也將督促 相關部會 能於是高雄來舉辦 相關的產業活動 活絡在地的產業 那在此也代表行政院 對相關單位的努力 跟辛勞表達未免之意 那並祝賀高雄展覽館 紅塗大展 台灣國際擴建展 展開順利成功 那祝福我們副總統 各位嘉賓身體健康 萬事如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吳敦毅副總統 為我們誓詞 歡迎吳副總統 鼓勵掌聲 歡迎中華民國 吳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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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Vice President of RRC Mr.吳敦毅 鼓勵掌聲 making response 進行部 常務長 代表 蔣雁長 提琳的 黃酒先生 舉生 高雄市 沈市長 調部 李法院 黃 我們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 黃董事長 胡茂區 張區長 我們 彭 董事長 對 圖董事長 圖建國董事長 還有陳明昭 陳女士長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今天 陽光普照 像這種熱情的大高雄 又開展了新的面貌 站在這個地方 我有非常多對感觸和感動 這個地方過去在民國86年 我二十幾年前來當高雄市長 規劃的亞太營運中心 這個地方叫做經貿核心區 分兩階段處理 一階段是中石化 油酸梁 海樹 南亞 另外還有一大部分是水泥草 除油草 除氣草 除肥草 佔領整個港區跟市區的交界地帶 所以我在市長任內 頭一個先處理掉的是 林雅聊天有空 先把它做 當時黃昭勝立委 當年高雄市議員 我還想起他在議會大聲起呼 要為地方建設開展的平靜 然後我們就把剛才所說的 中石化 油酸梁 海樹 全部把海樹給我 這是第一階段 到第二階段 就是這些油庫以外的 還是有足氣 總共花910億 把這些簽到 洲際貨櫃中心第二階 也就是原先 南興計畫天海造 產生的 紅毛港千村 留下來之後 因此 亞洲新灣區 就逐漸成形了 所以2009 2010 我核定了幾個重要的計畫 現在終於看到 陸續有成 從經濟部來講 這個是 邊在經濟部核定的 尤行政院核定的 30億的計畫 這也是早一年 我們核定了 國家會展推動計畫 這是給經濟部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任務 然後30億的預算核定 交通部 旅運中心 前不久我來 很痛苦 還有加上 高雄港部區 現在改組為 台灣港部公司 高雄這公司 也要有一個大的辦公室 然後剛才陳菊市長提到的 輕軌的運輸 除了市場以外 中央股數百分之六十 高雄市政府 分擔百分之三十 確定 也是我在高雄市長任內 把衛武營簽移到齊山 軍團簽移的 我當時要求中央 不能把它賣掉 要作為大高雄都會區的 心臟跟肺臟 那也在我行政院長任內 親自核定 一百六十幾億的衛武營 比台北的兩天月 還大的文化藝術展覽中心 王道順委員 力爭的海洋流行音樂中心 也由中央邊的預算 前幾天 大概總統來的時候 特別提到 阿伯 最多的這些活動的情緒 不要拐棒 所以一定要培養更多的 觀賞的人口 我們南臺灣 是很爭氣的 我過去在市長任內 很多夢想不能做到 我到行政院長 就可以一一的來做到 今天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這中間 經濟部 交通部 還有 我現在要講的 國防部 我剛才跟同城區執事長講 今天是路西電 路西加坎 205兵工廠 已經確定要簽了 我也可以講 我現在出席 國家的軍社會保 我都還盯著 軍備群 一定要趕緊 現在已經是 五十六歲的土地了 這跟國防區 路西給我 不管 所以拜託市長 路西加坎 205兵工廠 簽出 那千八甲的土地 是 高雄市發電量 改調的土地 這是 幾千葉 以上的所需 幾千葉 以上的所需 一定要加坎 那 我非常期待 我們 高雄地區 擁有非常好的條件 你看 有 中鋼在這裡 加上 包括 杜興鋼 這些 葉聯 葉輝集團 做鋼品的加工 然後又有 金屬中心 做 研發 然後再加上 羅斯工業 商業同業工會 陳明昭陳理事長 是 好感謝 這四個展覽 是 亞洲第二大的展覽 是 全球第三大的展覽 但是 是 第一方便的展覽 都這樣 人天人過 都可以去路電 去 公山 天出天出 風電去發青 所以 我覺得 高雄 現在有很多的大局 有很多的企業 都發展成 聚落的大的重心 現在加上有這個 非常 新穎進步的 高雄展覽館 我相信 對高雄來講 如虎添翼 那我希望 我們文武雙全 在細緻的 文化創意產業 教育 各方面都能開散 在交通 建設 展覽 產業的發展 也能夠去 我今天 我要特別謝謝 所有在行政院長 從09年 10年 11年 12年 邊的預算 都得到 黃昭順緯 連帶發揮 不以餘力的出師 往高雄地區 大家拚教堂通過 後面一時間 要立即這些建設 最後還有一個 這個交通部的 國道7號 是我核定了清潔的計劃 但是黃昭到現在還沒有 那黃昭 不但中央的 執政的政府 要努力 我希望在中央 在地方 執政的 城區市場 我們一起加油 讓黃昭 早日通過 這七百個月的 國道7號 太重要了 可以把所有港區的 貨櫃車 連接車 叫我來 國道7號 上 然後 斜接88號 快速套路 如果你 找出路廊的話 還可以延長到 10號 國道 那就是造成 非常綿密 方便的交通 所以今天 國王部的 二輪流變工廠 拜託你 國道7號的環評 拜託你 我們 路西感到來 口見口的準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高雄 真正陽光普照的一點 也希望 在行政院擔任政務委員 擔任政官推召集人 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理 楊秋心 楊政務委員 你們一起加油 我 站在這個台上 沒有黨派之分 只有全民為上 不管你們哪一位當選 都希望帶領高雄 邁向新的機緣 邁向新的境界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一切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副總統 無論一無副總統 謝謝您的欺許勉勵 謝謝您 如此的愛我們高雄 愛我們台灣 恭喜副總統 請回座 樂隊掌聲給我們親愛的 無論一無副總統